军事迷很关注 在台湾服役半世纪 有鲨鱼机之称的S2T反潜机 最后一架在P3C成军的这一天 已经正式除役了 现在的机队妥善率都不是太好 只能够靠拆卸同型机来使用 让飞官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状况百出 不过除役的这一天呢 军方依旧以隆重的军力来还送 服役半世纪国内仅存S2T反潜机 最后一次翱翔空中 欢迎送最后一架空军特别出动 四辆消防车以隆重军领送鲨鱼机厨艺 能在终点这一刻跟着战友走最后一程 飞官感动画在脸旁 他今天真的很棒 从我回来开始跟他相处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发过跟我发过脾气 那今天也很圆满的完成了这个厨艺的任务 当然如果还有机会 我相信他还会表现得更棒 最后一次飞行军方公布事先检查画面 难得看到鲨鱼嘴被打开来 精密仪器不少得仔细检查 因为现有的S2T1986年成军 改装后1992年正式服役 年代久远状况也不少 刚好两个发动机的仪表 出现不正常的情况 那回来落地之后呢 后来又换了一架飞机 在起飞之后 在同个地方同个时间点 同样发生同样的放机的问题 妥善率总是不够完美 整拆同行机零件来维持 让国军只能采购新凡潜机来取代 而未来除以后 将会有两架鲨鱼戟 成为航空教育展示馆陈列机 以及放在新竹基地 让大家一起怀念S2D对国军的回忆 那么在P3C成军之后 捍卫了海江半世纪空军绰号 鲨鱼机的S2T反潜机 今天也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 正式退出国军行列了 而其实S2T反潜机从1967年 就陆续从美国接收 如今算算年纪已经相当老旧了 所以期间也多次的发生意外 必须要太除了 但是驾驶最后一架次的飞行员 还是相当的不舍 S2T反潜机在跑道上加速准备起飞 机舱里正驾驶手推油门 副驾驶探头看前方状况 心里如鱼的动作不再为了反潜作战 只为了处意典礼的最后飞行 机组员在机棚上仔细减证机身 发动机 螺旋桨 起落架一触也不马虎 清潜会议结束后 领航员手势一下 S2T再次起飞 投身空中叫约 这一身最后一次机会 S2搜索者 一身海洋迷彩和鲨鱼嘴彩绘 让飞行迷印象深刻 通行机从1954年就开始在美国服役 最高航速只有450公里 巡航时间最长9小时 搭载两驾驶 两系统员 机上除了反潜声标 也可配备鱼雷和深水炸弹 火国空军从1967年开始 陆续跟美方购买太厨机 再进行升级 只机种真的太老旧 多次发生失事 零件缺乏的情况下 甚至得拆解零件互相支援 但这台老爷机也有辉煌记录 在汉光演习期间揪出中国浅舰 更令我怀念的是 曾经牺牲在这个机种上的 31位反潜机的劣势 我飞了S2T十几年 其实心情蛮 看到自己飞了飞机 有锁入历史 那真的蛮感动的 这个地方它需要承转的话 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去做 飞驾的动作 那如果没有 我们这一架飞机 可能就会留 由于我们屏隆基地 做最好的一个纪念 驾驶最后一架次的飞行员 不舍老战友 编号两两东东的S2T 按照行程平安降落 通过水柱 洗去一身尘埃之后 S2T就此完美谢幕 明星为岳辅张崇敏 屏隆报道 大型吊车慢慢把机身吊起 组装工人动起来 开始悄悄打打 忙着组装零件 花了个上午 只完成机尾部分 而全部完工得等到25号 不过早有航空迷 一听到消息迫不及待 抢先来拍照 已经看不到的东西了 所以就想说 有这个机会赶快来看一下 即使在地面也好 没有在天空飞也好 就赶快来看一下 鲨鱼的影子 那之后完整了 当然还会再来看它一下 S2T曾经在汉光演习的时候 发现大陆的潜艇 不过它退役之后 来到了校园 学生可以实际进入到里面 了解它的内部构造 它这边是属于真驾驶的座位 然后这边是属于副驾驶的座位 它的油门呢 它是在上面 所以说驾驶员都是 手必须要掉在这个地方 避开军事机密零件 保留内部的基本回路跟配件 服役40年的反潜机 退役后落脚在高雄华德公家 让飞机维修科的学生 可以直接碰触实体机 而这次S2T一路从屏东 运到高雄前定 沿路经过市区 这也让民众大开眼界 甚至驻竹拍摄相当吸睛 而现在选择留在校园 除了学生之外 让第一次看到反潜机内部的飞机迷超兴奋 是没有进去过飞机里面第一次进去驾驶舱 然后觉得在里面真的非常辛苦 因为真的很窄很挤这样子 除了这架S2T一还有这架从军机改为就嫩机的UHEH 当时是以热机方式直接降落在校内场面超壮观 这次迎来新成员 未来也积极争取战斗机的加入 不过目前飞机日后的保养收拾得由学校买单 每年每价至少6万元的保养费 每五年还得一次大保养 累积下来也是比可观数目 因此也让不少学校在评估后选择放弃 TVB的新闻 吴孝龙刘玄学院高雄报导